美国总统拜登就职一周年 自认表现良好 美股不赏脸 女股神流年不利 方舟基金沉船 价值投资是否重回主流 海运炼之论推高运价 引来通膨巨瘦 百年一遇航运热 美韩等政府出手 干预有用吗 塞港成了航运业头号敌人 哪些关键因素将影响 今年以及未来三年 货柜航运景气融枯 还运老兵谢志坚说分明 2021全年外销订单写新高 圆月继续旺下去 高值利率护体的台股 农历年后行情怎么走 更多精彩内容 都在今天的老谢看世界 各位观众晚安 我是谢金河 欢迎在内容收看 老谢看世界 在这个礼拜当中 大家也先跟大家拜个早年 祝大家 虎年行大运 今年财运风坑通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拜登总统也在去年 这个时候就职 现在正好满一周年 拜登总统在就职一周年的 记者会上 他特别提到 他要竞选联论 要跟贺锦丽再搭配 另一方面他认为 他继承前面的川普时代的挑战 也取得成就胜过大部分的前任的总统 另外在防疫跟振兴经济 都取得显著的成果 那么他批评共和党对他的杯葛 然后对于取消美中贸易这样的关税 他说言之过早 那他认为阿富汗的撤军 他认为不是失败 好 这个时候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2021年疫情贯穿全年 那么现在到这个礼拜为止 先给大家更新一下数字 全球确诊超过3.4亿人 死亡人数到558万 已经超过一战二战的总和还很多 台湾在相对防疫是成功的 我们看到我们现在18000多人 851个死亡 在全世界来讲 日本人到197万了 新加坡是29万多 这个都是相对高的数字 全世界超过1000万 确诊超过7个国家 好 这个礼拜让大家最比较震撼的是 美国的指数呢 各大指数都大幅的下滑 这最大的关键是10年载冲高了 这个10年载冲高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纳斯达克跌幅相对是重的 美国的10年载 在公债殖利率到1.8 最高到1.902 那这个公债殖利率拉高 也是大家对未来通膨的议期 好 最近联准会的主席包 在各种场合都不断的强调 会加快收表升息的这个步调 最大的源头是美国的 这个联准会的资产负债表 在疫情2020年3月的时候呢 是2兆2500亿 现在到了8.766兆 所以一定要把这个资产负债表 要重新要收敛 那我们看到 现在美国债件殖利率冲高之后呢 连德国的10年载啊 现在也都都变成正的 那我们大家看到 美国日本现在5年以上 已经变成正数了 那意大利是2年以下是负的 但是2年以上都正的 德国10年载以上是正的 那全球负值率债券啊 规模大概已经减少一半了 最高的时候大概16兆多美金 那现在大概已经跌到一半左右 大概7、8兆 那这个时候呢 大家看到 德国的10年载转正 这是一个变数 这个地方也告诉大家 在10年载拉高之后呢 你的债股债殖利率不够高的 像美国这次看起来 美国的银行股呢 现在开始在上涨 这段时间呢 包括富国银行涨了11%多 然后呢 美国银行涨了16.84% 而大型科技股都出现 非常巨大的跌幅 这个你可以看到 Netflix跌幅超过10%以上 这个NVIDIA也是大跌 那如果用这个传统的 价值投资跟成长投资来看 过去比较诉求这种 题材诉求跟成长投资的 Cashwood呢 ARK的ETF股价彻底腰斩 它已经掉到75.66% 从159.7%跌幅惨重 ARK最近负费消息不断 它所投资的股票呢 大概跌幅都非常的惨烈 那么跌幅一半的超过一大堆 另外呢 比特币价格下跌 现在连少欧瓦都 拿国家的钱去投比特币呢 都出现亏损 好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看到科技股现在卖压沉重 你看到贝城半导体 从4068现在刹到3612 它已经跌破半连线 然后纳斯达克呢 现在跌破连线 从16212 跌到14340 最惨烈大概是MVI的 生计指数 这个生计股呢 大概跌幅超过25% 它严重呈现一个空头排列 而罗素2000相对比较稳健 但是也有相对大的跌幅 我们来看一下台股现在 在最高现在18619 但是这个礼拜年到礼拜五 出现了沙盘 台湾的科技股 去年大厂的呢 现在看起来卖压沉重 也是提醒大家 力旺的殖利率1% 1.1% 那细利只有0.36% 所以这个相对来讲 大家要高度的注意 好 我想等一下回来 我们要特别来访问的是 唐荣这个 扬明海运的前董事长 谢志坚 他最近出了新书 在最关键的时刻 我请他来跟大家 他是航运业的老兵 来跟大家共同探讨 货柜航运在未来这一年的走势 我相信 他以他深刻的经验 会提供大家非常好的 未来投资的参考 稍微来 特别提到航运 今年会旺到第三季 你再跟我们观众朋友 分享一下 那么我先跟各位报告一下 也就是说你刚刚提到的 为什么会说到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那么情况可能会比较 它的船公司的营收 会跟今年差不多 这主要的话 就是因为来自于 我先要解释一下这个塞港 第二个是这个船公司的获利率 那么这个塞港的情况 实际上LA跟LB这个码头当局 他承受很大的美国的压力 也担心供应链断链 所以他最近采取了一些做法 他们在10月25号的时候 他采取了一个做法 就是所有进口的石柜 一定要马上经过9天或者是6天 他要罚船公司 你不拖出去的话 一个柜子要100块美金 那么第二天再加倍变成200 这个数目是从11月16号到 1月的14号 总共码头减少了55%的进口石柜 OK 同时间美国政府也推了一个策略 但是现在还没有通过 预计在1月30号要实施 也就是说当你进口的石柜 拖出去 你的出口的工柜 当然要回到码头再回远东 对 对不对 这是目前到4号有堆了 差不多10万个空柜 那么LA、LB 他你准备推一个策略 你这个柜子放在 空柜放在码头 不给我拖出去 拖回远东 一个柜子要罚100块 第二天变200块 那么这个策略到目前 因为还没有通过 它本来实施是1月30号 对 那假如这个人将来能够通过的话 我相信对船公司也是好的 为什么 因为它远东需要空柜 对 现在因为没办法拉回来 因为船在那边等 对 所以这个办法假如能够实施 能够得到船公司的支持 我相信码头是非常的乐意 对 这样变成码头就可以清空了 对 那这个问题就是说 现在还在等这个命令 什么时候会实施 对 这是我的看法 另外一个看法就是 我想这当中现在看起来运价在高档 这个也是全世界认为 运价居高不下 也是造成通膨拉升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所以大家也是想办法再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说 全世界航商在这个回合 大家都在整合 你看到那个马斯基 现在他最近被地中海超越了 但是马斯基现在开始在快速 在整合那个物流的产业 所以他去併那个物流业 那我想 现在如果按照这个排名来看就是 全球现在如果地中海超过马斯基 那我们大家看中原比较平稳 达菲现在也很有竞争 就是他们是大概300万吨 300万个TUG的 那后面大概就是赫伯罗特 如果日本的旺还有长荣呢 看起来会有另外一个新的竞争 这当中刚才谢董事长提到 这个新增的船舶 你可以看到现在的像长荣 现在带交船有68艘 那看起来他的现在长荣 是在这几年当中 因为他属于比较民营的这种 他对在景气谷底的时候 他很积极打造新船 现在他出来的新船速度看起来比较快 所以承荣增加的 长荣增加的这个船舶的TUG数 远远大过承荣 也大过万海 那现在看起来就是说在 经过这个扩张以后 长荣看起来有机会追上 赫伯罗特跟Own 那我想这个整个在后柜航运的整合之后 未来这个市场秩序你怎么看 我个人看法是这个样子 船公司要登上前十大 不是困难的事情 只要你造船造多一点 或长租船去租多一点 你的量越多 当然你会登上十大 但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是你要赚钱 所以在这段期间很多人说 这个长荣的获利是最高 扬名的获利也都是最高 其实这是看什么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你会不得到这里 探索的获利是最高 下山的获利也都是最高 你会看到我的 我会看到这些东西